目前,大连一峰正在上海集训,西日大连公勋铁卫张若昆,也出现在了训练基地,不过已经退录了他,并不是以求人的身份大来,还是将近日俱乐部工作。 张若昆出生于1981年,辞职中尉,他在大连时得名上成名,也是大连时得三连贯时期的工程,也为国家队出场39场。 大连三连,2013年,张若昆加盟广州复立,2017赛季转投武汉卓尔,上赛季帮助卓尔出日中超贺退役,张若昆是大连足球的工程,有着十几年职业生产的经验,虽然他将以什么样的身份,尽力一方工作还不知道,但他的到来对一方绝对有很大的帮助。 今年冬季转会冲,一方疯狂招兵买买,修下了战士律,秦升,北剑兵等多名国家级实力球员,又引进来哈美西克这样的欧洲顶级联赛的顶级中场,再加上留下卡拉斯科这样的强力比乐时国家队主力国奖,球队在用战上可而是上升了不止一个级别。 如今,一方又让张若昆进入俱乐部工作,可以说是在俱乐部管理的软件上也有升级。 对一方来说,对大连足球来说,球迷期待的足球成复兴,虽然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,但至少现在是走在了正确的大路上。 要知道,很多欧洲顶级联赛部,没有让西域工需求人回到联赛部任职的传统,比如赛内币在国里,内德尔德在游人等,一方也在学习欧洲联赛部的领域。